好,現在下面我就來講 這個槐樹草書 它有規則的 不是隨便你草你的,我草我的 因為如果沒有規則,大家都會互相沒有辦法聯繫 看不懂對方寫什麼 所以一定吶,它草書的規則是很嚴格的 是只是我們因為這個歷史久遠 就會 師真啊,原來的政績催化了 苗的人,原來規則他不懂 所以就會 走樣了,走樣了以後,大家 以為草書是你草你的,我草我的 其實是不行的 這個槐,就是 從這裡 跟這裡的對照,跟他對照,三個 來比對 他這個槐的寫法是 根據這個槐的寫法 這是根據 這樣子的寫法 這樣子的寫法 是 這個是這種寫法 但是這個呢,是這種寫法 一點一畫,然後轉進去 這個轉到裡面 然後 垂直下來 這個也是反 但是我這種寫法,就是以這種寫法 一個楷書 現在的楷書的寫法 中間一點 中間 簡化一點 然後末端 一點,兩點,三點 這裡不經過,所以 是這種寫法 那 以這種寫法的寫 就是這個 懷書 中間省略符號一點 然後通過這一點 然後來 轉 所以這裡是亂掉的 是 是因為不清楚這模的人 不知道怎麼寫 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寫 長 這裏面 這裏面 有一點包容空間 省略符號 然後這一點 通這一點 然後這裏一點 跟他結合是這裏開始 從這裏開始 然後來 這裏也不經過 然後砂 現在這個砂是彎得太多 這裏已經斷掉 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裏是有 不順的 這樣 然後又 他這裏話不見了 那一不見了變成換了 又 而 這裏要有呼應的關係 而且這裏是 就是呼應 呼應就是這樣子的 呼應 然後這兩 這裏面有兩點 這裏兩點 是 這一橫化是一點 也可以寫一橫 好 然後兩點也是一橫 所以就簡化了變成這樣 那 這裏面有一點 是 這個 我 現在 這一批是一種理性的行為 沒有用全身的 所以 這個疏道是要用全身的 全身的一個 中心圓斧 才會這個才選擇 這個不是用手剝的 金 金是 這是 這是對稱呼號兩點 然後這一束就在這裏 這裏 這話是呼號是一點 這話呼號是一點 所以 這樣子來 到了這裏 這個是一點 這呼號一點兩點三點 一點兩點三點 然後 然後 一點兩點 這個第三點 就接著下來 所以 這個金 這個是不對的 要這樣 然後這裏要分開的兩點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維護的尾 寫這個維護的尾 維護的尾就是 也是一樣啊 這兩點 然後這裏 一點 就是這裏一點 維護的尾那金要分開 金要 這裏要寬的 他這裏不見 金蠻 金蠶 金蠶 這裏有兩個口 兩個口就是兩點 金蠶之蝦 這裏 這裏 一點兩點 一點兩點 就 然後翻滾 自然翻滾過來 然後翻滾過來 這是 這裏合併了 這邊和下面合併變成這樣 現在 這裏是一點 所以這裏一點 然後 這裏有一點 下來是一點 但是因為要往上走 要往上 然後這裏 的話 這是對稱五號兩點 這樣 所以從這裏到這裏來 從這裏到這裏來 這個是代筆線 這裏要細的 他很粗 而且都沒有節奏了 他雖然是 筆畫細但是還是要有筋骨 要有節奏他是沒有完全沒有 所以他是從這裏去跳 好 從這裏跳到這裏 因為這個是 草蘇 筆啊 他是從這個裏來的 從這個裏來的 他是 原來 竹啊竹葉是 是垂向下的 然後草呢 是向上的 所以到了 麗蘇通通一樣的 噴的 所以他是帶草字頭符號 草字頭 就在這裏 草字頭符號 但是因為他要 他都氣都斷掉了 這個氣都斷了 這裡氣也斷 他要粘綿不斷 粘綿不斷 從這裏來 粘綿不斷 那這個字是 從歷書來的 歷書是這樣寫的 所以一點一畫 一點一畫 所以 所以 他這個 這個竹筆沒有了 草蘇老的 第1的頭的筆 頭要認清 要寫出來 他才會 容易辨識 頭都不出來了 不容易辨識 好這樣子 這裏面有一點 這裏面有兩點 從這裏來 裏面包容空間省略無法 然後末端寫清楚 就兩點 然 這裏面有一點包容空間的 所以他的節奏就是一定要恢復這個節奏 跳一點 然後到了這邊 起跳 然後這邊又跳起來 然後 4點是一畫 所以一畫可以寫持這麼寬 也可以寫 寫短一點 寫快會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這畫 等於寫不清 沒有清楚 這個沒有清楚 這個要寫寬 也可以 寫 寫這樣寬也可以 寫這樣也可以 那從這邊 從這邊 到了這邊 來 這個 現在 沒有了 這塊沒有了 這塊沒有了 然後 來 這裏面有一點 所以要經過 要經過這裏面一點 然後來 這裏有一點 這裏有一點 這 這個可以不經過 好 現在 這個都是 不對的 因為 因為他 一定 他的標點 一定要向 這個 筆畫的 這個位置來標 他現在標出來看不清楚 所以 會認不清楚 這個是會認不清楚 要這樣子就可以辨識 這是 位 位 這個是對 這個 從這裡來這裡來 這是一個口字 口字的 口字的符號 口 口的符號 口 因為隸書的口是寫三角形 口的符號 口的符號 然後 這一個的符號是 名頁的名 名頁的名喔 這一段 這一段 從這裡 把它疊在這裡 下面疊在上面 疊起來 剛好裡面 剛好有一點 然後這個兩個 這兩個變一個 兩個變一個 兩個 簡化成一個 這個能喔 就是 這樣來的 這個遠字是 這樣 這裡面一個口 是中間一點 中間簡化符號 所以他是要從 裡面來的 不是從外面來 他這個是 從外面來是不對的 因為這樣子的符號就變成 別的字喔 所以別的字就像好像是 家 家的那個 瓜糊 他要包容的 瓜糊 他要從 反式針來 不能從順式針來 這裡有一點 然後呢 這裡 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 所以 他 不經過這一點 要 經過這一點才順 好我來 這符號 好 讀 這裡是有一點的 可以 可以寫出來 可以這樣寫 直接就來 但是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繞過來 兩種寫法 這種寫法是這樣子 他不需要 寫清楚 這種寫法是要 兩種寫 兩種方式的寫法 這個是錢 錢 這邊 這兩種點 這裡面有一點 所以這裡要經過這一點 那這個是 一個刀的符號 刀的符號就是 這樣 然後 轉 這一點翻到外面來 錢 現在啊 他這個是紙張剝落了 這個剝落 這邊剝一段了 好 他這個是在他裡面的 所以 這話要 涵蓋 這這橫話要涵蓋這裡面 錢人 是 旗 這裡有一點喔 然後翻滾過來就這樣子 然後 這 這是4點 1點 2點 3點 4點 4點 1號 然後 這個 這個符號 草書 他 有的是從傳書來的 有的是從歷書來的 那我們現在的楷書他是以後的 所以 在楷書之前就有草書 所以草書的來源 有時候是從傳書有時候從歷書啊 因為 傳書歷書寫得很慢喔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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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家的 在公家的 親屬 同一文字 所以公文書是用傳書 民間呢 寫歷書比較實用 所以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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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隸 因為平民就是奴隸啊 所以叫做歷書啊 歷書就是奴隸所寫的 傳書是 是 公家的 國家用的 這個公文書都是寫傳書的 那歷書 然後 傳書發展到歷書 傳書發展到草書 他都有一個符號規則 那我們這個是因為歷史遙遠 那 紙張催化喔 後來的人不知 這磨的人不知道規則 那要 原來的紙張又不清楚 所以就以磨的人喔 他 總是要磨出一張來 所以他就 路徑 走錯了 所以後來的人啊就會看不懂了 所以到現在我們都看不懂 其實呢 就是 要 我就是長期要去 去研究 去發現 原來草書規則 很簡單 並不是難的 那現在市面上的 那個草書都很難 都要用實際的 所以就 像我就很容易就 用這個規則就可以講出來 說他的草書的由來 就是 把草書規則 插衣 走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